面對總統大選 現在有多個教育以及家長團體 今天是公佈了全國家長 最關心的前十大教育議題的問卷 結果 包括了品格教育 校園安全 以及心理健康 是家長最關心的前三名 而家教育團體也邀請了四位總統 參選人十一月來參加座談 大聲喊著口號 要各界關心教育的重要性 並且許孩子一個好的未來 總統大選將至多個教育及家長團體 公佈全國家長最關心的 前十大教育議題的問卷結果 前三名的議題分別是品格教育 校園安全以及心理健康 此外不私人教師的問題改善等 也是家長關心的重點 普遍關心的第一名是什麼 品格對不對 第二名是校園霸凌 還有中間有什麼 所謂的家庭教育這些東西 各位看得到嗎 此外包括教育競爭利益議題中 對季質教育高等教育關注及提升 以及家庭教育數位學習 課綱配套等的議題 家長也很關心 而包括賴清德等三個角逐 總統大位的參選人競選團隊 也派員出席這場記者會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本身也是一個爸爸 他對這些問題一定是非常重視 我也會如實地帶回去 把這些問題帶回去給他 侯友宜總統參選人在這個月十月六號 已經正式宣布他的教育政策 那這政策的研理過程中 我們也跟很多食物界 不管是老師 家長還有學界都做很完整的研討 教育團體邀請各組總統參選人十一月參與座談 具體回應家長關心的教育議題 代表們則表示會把意見帶回去討論 都為正面回應是否出席 記者 陳嘉欣 張敏如 台北報導